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至今 口罩是每个民众重要的防疫物资 但现在竟然传出有不肖业者 在网路上贩卖假口罩 经济部标检局表示 目前已查核四个网路平台 共51个网址 查获五件纺织品口罩 且都来自于虾皮购物 不过在市面上流通的口罩 有那么多种 到底如何分辨买来的口罩 是真是假呢 开业药师神采银强调 虽然许多市售口罩 均有CNS检验标章 但只有外合印有CNS14774的口罩 才是医疗级口罩 就是要认定就是说 它的厂商名称住址 然后医疗器材字号 跟电话号码 这个一定要有 那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说 要有制造日期 然后最上面那一排有OT 后面是P号 因为7月1号生产的 那P号跟级月15号生产的P号 是不一样的 此外钥匙也提醒 并不是口罩上印有 Made in Taiwan就是没问题 因为口罩上 Made in Taiwan的刚硬 可能会遭到不效业者造假 所以不能作为判断标准 为了清查纺织的口罩 标准局现在已制定MIT口罩商品专案 市场检查计划 预计每周查核药装店 大卖场 便利商店等实体店面 以及每日普查虾皮 PChome等网路平台 电商销售的网址 如果有发现 非医用口罩 混冲医疗用途 或未造正牌厂商产品 经查获者会移请食药署 依相关规定进行处分 涉及未造变造的业者 还可能会有刑则 但如果是在网路平台发现 贩售假口罩 则会通知电商平台下架